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俗世奇人秦六芝》 作者 馮濟才 咸豐更深年后 洋人開始在天津開埠 涉租界 一下子天津卫這塊地 便大紅大紫 擠滿商機 好在天上掉餡餅 要想賺錢發財 到處有機可乘 於是江南各地有錢的人 都緊著往這兒跑 這些江南富家大戶 不僅有本事弄錢 還會享福 他們舉家搬來天津時 大多還帶上五種人 管家 帳房 貼身丫鬟 廚子和花匠 有這五種人活得舒坦 管家管好家 帳房管好帳 丫鬟管好身邊事 廚師做好一日三餐 花匠養好屋前屋後的 花花草草 江浙人把花看得重 花要養得美 美得有姿有態 養得精緻 他們看不慣北方人 有點大紅大綠就行了 至於花園 不僅收拾漂漂亮亮 還要有姿有味 秦六芝是魚山人 魚山人自古都善化 青初時畫得最好的是王石谷 王石谷自己創立了魚山畫牌 壓倒了當時畫壇所有的名家 秦六芝自小愛畫 有才氣 人長得也秀氣 六芝是他的外號 據說他很年輕 竟能畫好 這六種枝葉 一是松枝 二是柳枝 三是梅枝 四是竹枝 五是寒枝 六是春枝 都說他畫畫會有出息 可是他命不行 上邊幾代人 全是窮花匠 富人善畫 可以出名 畫可以賣錢 窮人愛畫 難出大名 畫不能賣錢 家里沒錢養活他畫畫 他身上這點小材器 打小就給憋住了 要想活著 還是和泥土 花木打交道 他心里的畫 漸漸就混進園藝中了 若是叫他拿花草 樹石配個景 他幹起來都像畫畫 蘇州一位富人 陳良哲 搬到天津時 把秦六芝一家人帶來 秦六芝的父親秦老大 在陳家幹了半輩子花獎 為了老實芭蕉 花兒擺弄得好 把院子交給他放心 陳家 先到天津那年 六芝十八歲 陳良哲把家安在本門里的 扶屬街 那一帶全是深宅大院 灰牆黑門 古墓縱橫 秦老大住在陳家大宅 後面一條小街上 兩間磚房 一個長條小院 院里還有口井 平民百姓 在天津有這麼一個窝 就很不錯了 陳家老爺 在租界那邊 還有一處花園洋房 秦老大父子兩邊忙 租界老成來回跑 六芝常常給父親當幫手 後來兩邊事多 都離不開人 爺兒倆就分工 秦老大在租界那邊忙 秦六芝在老成這邊幹 有空時幫著母親 在小院養些小花小草 擺在家門口賣 六芝人靈手氣活 花在她手里一擺弄 就分外掀掉 尤其是她養的草茉莉花 只要端一盆往門口移放 那香味 就立刻勾住街上的人 被人請走 六芝願意在家養花 不願意去主家幹活 再將養花由著自己 想養哪種 養哪種 扶苗培花 修之簡液 全憑自己的眼光 一盆花若是養得有姿有態 婀娜招人 若來喜歡和誇讚 它就像畫出一幅好畫 那麼高興 可是在主家幹活就不同了 你在花丛下 擺一塊石頭襯一襯 主人家可能會說看著賭心 你在亭子側面 摘幾根細長的綠竹 添點情智 主人家會說 擋眼 你呢 馬上就得趕 六芝懂畫 懂圓林 人自負 可是不能違抗主家 圓子是人家的 只能順從人家 一次 為了圓子里種什麼花 爭不過主家 心里不舒服 禁不住跟父親說 說什麼我將來 也得給自己造個圓子 准是天下第一 父親罵他 天津城里 有幾個爺造得起圓子 你敢說這狂話 兒子大了 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了 幾年過去了 臣家老爺買賣做得好 外面的事越來越多 官場 商場的事 多在租界那邊了 人也常在那邊 住在老城不方便 家就一點點 挪過去了 手下的圓班人馬 跟了過去 秦老大和老婆 也住到租界去 只留下六芝看守 扶鼠街這邊的大房子 可是東西一點點搬走 這房子 便空了大半 六芝守著這高宅深遠 無事可干 就在這大院里養點花 養好了 送到租界那邊去 快過年時 他依照天津本地的習俗 養了金桔 辣梅 水仙 和竹井牡丹四樣 各扒盆 運過去 花兒葉子 養得飽滿光鮮 正好除夕開花 叫主家一家十分歡喜 秦老大覺得臉上有光 可是這種日子不長 大房子不能總扔在城里 當花房用 陳良哲是商人 商人手里不能有死錢 也不能叫任何一樣東西 窩著 便把這房子 賣給了一個住貫老房子的徽商 只留大院東邊一個院落 暫存一時難以處理掉的家具和雜物 以及大院中一些石雕的桌子 凳子 奇石 秦六芝去河邊找了幾個獎夫 足足用了一個月 把東西都堆在東邊一個小院落里 完事兒 這小院落就歸秦六芝看守了 自打頭一天 把大院石頭 木頭的物件 搬到這邊小院時 秦六芝就動了心思 他心中忽想 何不利用這些東西 在這小院裏造出一個自己腦袋裏的園子來 反正這些東西是要堆在院子裏的 怎麼堆也沒人管 他白天想 夜里撕 琢磨這些東西怎麼擺 怎麼傳 怎麼配 他在腦袋里想 心里畫 智商改 然後叫腳夫們 把東西依照自己畫的圖紙擺放 這些腳夫 不知為麻非這麼擺 那麼放 費了牛禁 才把這些死中的東西折騰好 完事兒 六芝把門一關 自己一個人開始大幹起來 幹的麻誰也不知 街坊們只是看到他在忙 或是扛一袋重重的東西回來 不知袋子裡 裝著麻 會用小車推進一棵老梅樹莊 房子都賣了 這種麻樹 反正他一個人沒人管 娘跟著爹在租界那邊 秦老大只知道他在這邊守著老屋 養養花 逢到幻季 用手推車往租界送些花 每次都是香噴噴 花花綠綠的一車 转年入夏 秦六芝送二十盆五彩月記 到租界這邊 臨走時對秦老大說 爹 要是哪天得空 到老城那邊看看 秦老大說 破房子破院看什麼 六芝說 自然有的看 說完笑了笑 秦老大不信這小子 能養出什麼奇花意會 秦到了空 就去了老城 秦六芝白天守著那個堆東西的院落 晚上還是住在原先小街上 那兩街小屋里 秦老大許久沒回來過了 進去一看 屋外全是花 屋里老樣子 只是到處是些紙 畫著各式各樣山石花木 秦老大問他畫這些東西幹嘛用 六芝沒吭聲 把他爹領出來 走到扶鼠街 沿著老宅子側邊的高牆 走不遠一拐 來到一扇又窄又長的門前 六芝掏出鑰匙開鎖 秦老大說 你得常來這裡查看查看 這裡的東西不怕偷 就怕火 六芝說 我一天來好幾回呢 說著門咔嚓一聲打開 秦老大一迈進門檻 就聞到一股氣味 不是堆東西的倉庫味 而是一片清新濃郁 近人之氣扑面而來 它是一輩子花靶式 知道這氣味只有深山里有 這老房子里 怎麼會有這種氣味 在吞門進了屋 里邊堆滿舊家具 窗戶全關著 但是山林的氣味 反而更加濃郁 更加清透 還有種濕涼的氣息 六芝知道 父親心裡疑惑什麼 他上去把林院子的 十二扇花窗哗啦打開 秦老大突然看到 一幅絕美的山水圓林的通景 立在面前 只見層層風鑾 怪石棱層 蟬岩絕壁 還有蟲蟲蜜臨 逐木靜茂 蒙落瑶瑟 再往縱深一看 中有沟壑 似可不入 不知不覺間 秦老大已經給六芝引入院中 過一道三部小橋 橋有石嵐 橋下有水 水中有魚 宜然有翼 橋頭一洞口 洞上藤蔓垂浮 洞盼花枝遮翼 漸流清淺 綠台肥厚 這棕棕水流 從何來 六芝引父親穿過石洞 洞雖小 極盡曲折 路不長 婉轉迎回 再走出石洞 人已在高處 完全另一番景象 在石集而上 處處巧思 許多性質 秦老大看見一塊石筍厚邊 有個木頭亭子 兩邊竹簧相襯 頭上梧桐覆蓋 坐在其中別有情味 再看 這巨大的梧桐 是從鄰居院中伸過來的 秦老大說 你這借景借得好 父親是誇自己 六芝心里得意說 我這個亭子 是把您原先在大院東北角 做的那個辦亭 挪過來的 看到了 你這里的東西 都是巧用原先大院子的東西 真難為你了 這小院不過半畝多地 叫你做出這麼多景來 秦老大不禁感慨地說 當爹的 最不該小看兒子 秦六芝聽了這話 普通給他爹跪了下來 事後秦老大想辦法 將陳家老爺請到老城這邊來 看看六芝造的這個園子 陳老爺看得大驚大喜 忽好忽妙 說他看了太多園子 卻無出其右 可以一攬眾園小了 老爺的歷書寫得好 給這園子提名為伴母園 當機刻匾 懸匾 叫人把房中堆放的雜物清理出去 收拾好待客 還不斷邀朋友來觀賞 有人無不稱覺 從此六芝和他爹 受到老爺另眼看待 然世上的好事難以持久 三年後庚子變亂 英國人的一顆炮彈落到半亩園中 成了一堆野木亂石 陳家老爺避難於上海 避難用不著帶著花匠 秦老大一家只能逃回尚羽老家 但這一走 從此音信捷舞 其實沒單 走 而 尖